詞曲 李宗盛 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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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所以你看綠島生長在 生活在當下 植物也生活在當下 如果你講說綠島是植物的祖先 那大家都生長在同一個時代 那到底講說誰是誰的祖先 這樣說不會很奇怪 然後所以這個因為高一有談到演化的概念 高三下四這個地方也會談到演化的概念 有時候你在講演化的敘述的時候 這個符字散 我要稍微小心一點 你可以去講說現生的綠島 跟現生的陸生植物 可能有共同的出現 那這個還可以接受 然後你可以講說現生的綠島 它保留比較多原始綠島的特徵 這裡可以接受 可是你說現在的綠島跟那個 四五一年前的那個綠島 是不是真的完全一模一樣 這個不太合理 因為你時間已經經歷這麼久了 你只是看到那個基本特徵很像 那一定有一些改變 可是這些改變它沒有像陸生植物的變化 程度這麼大 不要慢 因為有時候你在演化上那個 可能會被一些平坡設計 然後變變過去的 有時候就是在那些棟子上 你們要稍微小心一點 那陸生植物的演化裡面呢 原始綠島的第一個 比較很具體的產品是什麼呢 就是裡面所熟悉的鹹胎 那其實鹹胎鹹胎 應該要把它割開來看 因為在植物上面 其實它是分成不同的小類別 所以鹹跟胎 還是有它的差別在 然後另外有一個 你看那個植物的演化數 就順便補充一下 那問題是那個剛登陸的年代裡面 就是各種類型的食物可能都有 所以呢也出現了一個 比較唯一的就是 又翔鹹又翔開了 所以叫焦鹹 好 大家的特徵會介於兩者之間 所以另外講的就是習慣 以它的最基本的共同特徵就是 它是無回管數 然後來界定出這是一個小類別 那在演化上面來講 它無過就是某一個年化樹的大樹枝下的小樹枝 這樣子 這樣有沒有好好知名 好 那這一群裡面的話 鹹類一般來說 你至少要記得這個教科書常用來提到的例子 就是遞潛 鹹類有很多的種類 因為它會像一片不是很好看的葉片 因為有點平壯 然後貼在地面 你知道嗎 圖擋面 延時表面伸展 就是邊編的 然後那個像葉子 可是邊緣那個如果有一點變化這樣子 也有點規則又不太規則 所以遞潛這個例子好歹記一下 然後胎類的代表性的例子 好歹要記一下那個圖碼中 就是一般或者是它的家 所以比較常在教科書 跟你拿來作為解釋喔 那圖碼中基本上就有比較熟悉的植物的外型 就是看得到像金像根像葉這些部位 這樣子 它表現比較複雜 因為它又像鹹又像胎 所以它算是一個比較獨特的異群 幸好這個種類比較少一點 不是少見 是種類少 事實上後來發現你這樣去系統的話 還滿容易找得到的 好 所以當初原始綠島 第一時間登錄的時候 那個湖是很成功的產品 基本上就是它 那所謂的不成功主要的關鍵是在於哪裡 第一個 它的盛質 那個改善的幅度不夠大 然後再來第二個是 你要到土地上生活跟在水裡面生活 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你要離開那個水分三次的問題 所以有一個我們很熟悉的構造就是角石層 好啦 其實對蠟子更好 它的角石層的發展還不完善 你絕對不能講說鹹胎還沒有角石層 這個只對部分種類的鹹胎是適用的 比如說種鹹胎那個水胎 種鹹胎那種水胎它就真的沒有找事情 所以它整個植物死掉乾燥之後 可以像那個吸水一樣 就是可以用這個褐子來去栽動那個鹹胎 那事實上你像地鹹 地鹹是上秒皮的找子層 下秒皮沒有 所以它必須要變在那個超市的埔表面生長性的路面 你知道嗎 所以絕對不是沒有 是還不夠好這樣子的 就是你做一段 那基本鹹化上呢 通常就是我們可以去看到一些 你只要看到有缺點 比如說有性生殖方法就是很好 那就算是缺點 然後比如說那個 你一看乾燥的能力不好 還是你就算缺點 有時候我們在生物生長看到缺點 都可以預測它的可能的鹹化方向 所以下一個比較重要的鹹化方向是什麼 就是那你好代表會不會改善一下 所以小石層出現 所以小石層出現 然後得正俗改善的其中一個層面 然後另外一個層面的問題是 因為鹹胎沒有微管數 導致大部分的鹹胎呢 都比照矮小 那你就算不是矮小可以很長 很長你還是貼在地面生長 就會有這樣的特性 所以下一個比較重要的演變 就是每一個鹹化樹上面 每一個樹枝的分岔點 都代表當年在這個地方 曾經有重大的事情發生 所以對於下一個世代的質素的出現來說 小石層的改善以及微管樹的出現 是很重要的 所以走這邊這個樹枝的 沒有微管樹 走這個樹枝上來的 就通通都會有微管樹 所以第一個 具有微管樹的指數是 是絕類 所以不是這種絕類才有微管樹 絕類之後的微管樹 你看這個樹枝上來之後的通通都有微管樹 這樣可以嗎 好 那 雖然絕類偶微管樹 會長的比較高大 可是它還是有一個缺點 好 這兩個 鹹菜跟絕類呢 基本上都還是利用 包子做人生反食的主要工具 包子反食的好處是那個數量非常寬 包子反食的最大的快速是那個每個包子的兩份量非常小 所以出現的主要工具 然後看到缺點 應該就可以去預設改善的方向 好 所以絕類之後 這邊順便把這個框框架來 絕類之後 大家兩個沒寫進來 但是通通都是 具有微管式的 所以就常常為微管15 15 那絕類還是可以看到有一些改善的空間 所以下一個比較重要的在聖職上有種大進展的是誰 就是裸子之路 所以從裸子之路開始呢 就具有 所以裸子之路從裸子開始算 那裸子的話 因為它在胚豬後來發育出來的中 然後在保護層面做的還不夠完善 那所以呢 下一個比較重要的在表現的就是肺子之路的出現 你看 所以肺子之路還可以在這裸子之路 所以呢 肺子之路 這邊最重要的就是肺花之路 可是種子的出現喔 一般我們都很習慣 因為名字就叫做種子之路 所以其實叫種子很重要 事實上種子之路的出現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 這個構造 代表植物正式脫離對水的依賴就是花粉 所以不要只記得種子 你還要記得花粉 花粉的出現代表從此之後 生殖細胞的散播方法 不再需要依賴性 對啊 所以到這個階段 植物算是連生殖的過程 都可以盡量減少對水的依賴性 所以你看 植類跟顯胎 因為他們的生殖細胞還是精子跟軟 精子還是需要出來做為媒介 還能夠游動到軟所在的地方 所以植類相對來講 對乾旱的適應努力其實會比較好 但問題是如果你考量有性生殖的話 植類至少如果不是在比較偏潮濕的環境 你起碼就是要有這個語氣的背景 這樣子 這樣 那最強調的花粉 再來強調種子 比較OK 所以螺子跟被子差別在哪裡 螺子跟被子差別在那個 A珠 後來的種子 有沒有比較完善的保護方法 最明顯的是開發植物的配株是 是埋在那個桶裡面對不對 對配株來說就是一個重要的保護方法 然後這個就是度生植物 然後鹽化的 用它的短片要去留意一下 好 那如果就整顆樹來講的話 這一些是叫植物植物植成一件 然後呢 藻類屬於原生生物件 那你都把原生生物件跟植物件分得這麼清楚了 那也就表示這一些植物 不是比跟綠藻有一個可以作為虛別的特徵 那這個特徵是什麼呢 這個特徵就是所有的度生植物 都會有一個你很熟悉的構造 就是A胎 你大概要強調他的生存環境 增強度也可以 但如果你要從構造裡面去凸顯出 他跟早在照片多麼不同 主要的關鍵是胚胎 我們比較能夠接受 比如說人 我們講說 那個胎生暖最明顯對不對 受精暖先在母體內 先發育成早期的胚胎 現在大家遇到一定的生瘦程度 然後才會生坦 對不對 對 對 這種來說的話 這個詞還蠻常用 對啊 沒有什麼接受的生坦度 可是植物的話 實際上 怒生植物也有那種特徵 就是受精管會先有一個早期的發育過程 然後之後才脫離那個傷害 好 這邊就是那個植物的演化錄 今天是算是 Quem知道那天哪 是時候搭訪回來 遇到寶寶有殘地的消坦 不是老人 虎very生姿 會數月館會rire與殘 const共ements 無先 路第三… 連著說要算太陽說明iyak 呆龍需よ 作答 隨心會更往回應 由其來說 提供 放入冰箱 國 relocation 好!接下來,需要你當 pans遂到あの公室 室在交鋌地的那個公室 要炒到這四大家族 好 如果你有留意過顯態文化 文化工具蠻容易觀察的 看我們熟悉的植物體的基本造型要有變 好 然後 可視 雖然他外觀常有在什麼項頁子 還是可以再幫他夾一個字 夾一頁 因為他大概是一兩層細胞的厚度 然後呢 這主要的關鍵是 為什麼是夾出顯出他不完整 因為他還沒有微管數 所以你所看到的營養器官 跟我們後來在絕對上面看到的這些營養器官 有一個合格的差別 因為沒有微管數 所以只好幫他畫上一個甲這個字眼 來凸顯出後來的植物的營養器官 都有微管數 這是一個對比的名字 所以呢 當你以為你看到精的時候呢 你還是只能幫他畫上這個字 就是甲金 然後呢 甲根 這樣 這樣喔 所以 光甲這個字眼是因為沒有微管數的關係 可是 起碼 他有那一個我們熟悉的植物體的營養器官 然後他可以長在蠕食池 故事落葉潮濕的鋪鑲表面 然後通常一長就一大片這樣子 好 我的問題是這個高度從這裡到這裡 經常性能落單1、2公分而已 所以很海小 所以沒有微管數也限制了這個植物體的生長高度 有沒有 因為沒有好的運輸系統 對不對 好 可是你現在看 他有甲跟起碼代表的是 當他需要水分跟那些礦物質的時候 他自己都可以出現 好 然後你去看那個地藏布的時候 他的地藏布基本上呢 綠色 所以呢 應該可以綠色 他有光合的能力 但這點可能會證明 就沒有問題 所以他有光合的能力 他有吸收的能力 對啊 所以像這樣的一個個體 基本上 他可以獨立生活 這個能下會很重要 他可以獨立生活 好 現在的問題是 我們一開始就弄一個世代交替的那個方式 然後就擺圓的告訴你說 植物這一生總共有兩個階段的造型 對不對 然後這兩個階段的造型呢 如果從改色體的角度去區分 其中一個階段呢 他的細胞組成是2N的 另外一個階段的細胞組成是2N的 所以植物呢 室內交替基本上是在這反覆的過程當中 交替出現 對不對 所以 他到底是哪一階段 因為前面的產式公式 就是現在要把食物拋進去 所以你得會認就是有有顯胎 然後他到底是包子體階段還是配子體階段 所以你去做他的細胞的展示體分析 就會發現他是N的細胞 一個多細胞的形體 所以這個階段 平常我們容易看到的顯胎的直部體 其實是看到他的配子 可是我來講是在交替的時候有提到 我們外面你這樣眼睛看不去的所有的植物體 這一些被子植物的植物體 是你看到他的嗎 我們沒有習慣看到這些大型植物的植物體 幾乎都是他的包子體 可是顯胎 我們最容易看到他的植物 確實配子體 有沒有 所以留意一下後面的轉變 然後所以接下來的問題是 既然已經確定他是配子體的 因為N嘛 對不對 藍色體組成是N 他是一個多細胞的形體 對不對 好 那配子體的角色是負責產生配子 有沒有 那不用整顆植物體都產生配子 我只要利用特定的部位 所以當這個配子體成熟的時候 在他的頂端有兩種可能的心態 然後一個是長得像小瓶子一樣 然後底下會預留一個軟細胞 如果是負責長出軟細胞的 我們就把它叫做長軟細胞 你可以開始對照那個167葉跟175 底細胞這邊有給你完整的生活史 有一個加速上去就好了 那 竹馬雙又比較明確一點 通常他負責產生軟的 跟負責產生精子的是鈍胎 不同根 好 但是這個生殖構造呢 負責產生軟的叫長軟細 那長電細呢 可能就落在另外一顆配子體上面 然後長電細比較保證 它就是一個長軟細胞 封閉的 然後長軟細呢 就是頂端是直肩性開口 好 然後所以這裡面呢 就負責發玉珠精細胞 OK 所以這一顆我們就長軟細胞 然後長軟細胞 好 長軟細胞 好 長軟細胞 那所以這個公司走到哪裡 配子體負責產生配子 好 那假設現在配子體成熟 配子也產生了 那所以呢 下一個階段就是瘦精嘛 對不對 好 所以你去看喔 如果這個高度 我們就算當它這裡的高度是2公分 好 所以又怎麼樣 2公分而已 當長軟細胞 成熟裂開 精子施放出來 因為它需要潮濕環境 這時候就膚顯出潮濕的狀態性了 好 所以這時候精子就算跑再怎麼圓 也不過就是從頂哥跑下來 對不對 然後過一點水平的移動 然後接下來再想距離 對不對 這個距離中還算短 更何況很多的顯胎 通常一掌很像地盤一樣 長的秘密嗎 OK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它是生長 像3D有沒有 有缺水慢慢的滲出的地方 對不對 所以精子的移動距離 其實是可以大力不錯的 或下雨的時候 但不曉得你一見下雨 可能到球皮去看出 都可以 基本上不難 所以我通常看到接下來 配子體的下一個階段 我等一下黏色來區分 到目前為止都是白色的 好 又蠻突顯它的細胞組成就是N 軟的細胞軟的色體組成當然也是N 可是軟如果受精呢 它就變成是2N 對不對 所以從這個時候開始 2N的細胞組成 所以我就用變化 就直接把它搞定 然後所以接下來剛剛提到這個 因為陸生植入後來有一個很重要的特徵 它也有可以採 不過沒有像整體這麼複雜 所以後來這個受精管 就在採換器裡面開始有這個電 然後長成一活 就是一個多細胞一團這樣子 然後緊接著它就開始向上發展 所以你看這個圖 這個畫的會比我清晰一點 那就開始從長管器這個地方回起點 開始往上長出一個長的柄 然後到頂根之後呢 形成一個膨大的構造 黃色喔 所以我剛剛講 我用顏色來區分它的染色體組成 所以從受精之後 在配子體頂關的發展就是 它會長出一個長柄 餅的頂關會形成一個叫做碩 那個餅就叫做碩餅 這樣OK嗎 那到目前呢還好 不過就是比如說你看到一般植入生檔 那有一個時間點才開花的 但重點是因為黃色的部分 染色體組成2N 你肉眼你看得到它 肉眼看得到它的存在 它當然是用多細胞做體組的 好 所以2N多細胞 五二雷 所以整個黃色的部分就是它的 黃色的部分其實就是它的包子體 所以其實碩這個構造 我們後來發現碩 你把它剝開 倒極的時候 這裡面密密麻麻的黃色喔 這裡面一開始密密麻麻的細胞 都是2N的細胞所組成的 可是你在等一段時間等到碩發育成熟的時候 就會再取一個碩把它清理開 然後去做碩色體的關卡 會發現全部都換了 裡面的細胞就是都由N 讓它來色體所組成的 這一些就是 包子 所以說就是負責產生包子的地方 那所以說根本就是什麼 就是包子的地方 好 看這邊 原來來說 如果你是真的去觀察的話 你只不過看你的食物 從不承受發育到成熟的 你看齁 所以 你只 你如果只看現胎 你就會發現 我們幹嘛自己找麻煩 找個包子 找個配置 然後 來一個包子的問題 然後再來一個配置的問題 然後盒子 對不對 然後在盒子 然後在這個包子 我用最簡單的 我只要用一個包包放起來 這樣就是一顆之物 對齁 這種意思嗎 我只要用一個框包起來 它百分之一百就是一個 輪廓完整的之物 哪有這種整個包子體 是一個形態 蓋子體是一個形態 因為它長在一起 你懂嗎 所以一定有它的理由在 理由之一 這個部分以上 藍色體是二輪所組成的 白色的部分 部位藍色體是N所組成的 因為你在顯示範圍才看不出 為什麼要把它切割開來 然後 這個地方還要再另外用一個字眼 包子體此時 它暫時寄生 可是這要到絕對的時候 等下絕對的時候 你才看得出 為什麼 包子體跟配子體在施在交替時 切割開來 然後再連連看別的字 然後為什麼要用到這個字眼 所以現在強烈有寄生物 包子體你看 它從當初的藏管器這個地方 開始發育出來 對不對 所以它需要的所有的水分營養 基本上主要都是靠誰提供 好 那個配子體提供 配子體自己有 甲根 甲晶 甲電 對不對 所以它可以獨立完成所有的營養 看看它可以獨立什麼 那包子體現在呢 是依附在配子體身上 這樣有沒有 好 所以把這個圖走一次 那個175 顯拍的那個勢帶交替的這個過程 你先看上面中間這個地方 上面呢 有一個配子體 它擁有藏經系 所以這個就是熊配子體 配子體如果有分子熊 直接畫上那個字眼就可以了 不過要留意一下 這個附在底下就是說 有一些配子體 它可以同時擁有藏經系跟藏管器 那這個地方屬於那個 不同種類的變化 所以你不要想說那個配子體 有沒有說藏經系也不一定 好 然後所以上面那個 擁有藏經系的這個雙配子體 下面那個擁有藏管器的這個磁配子體 好 所以呢 如果它就在附近而已 如果藏經系現在已經發育成熟 裡面的精子已經成熟了 這時候它裂開 然後精子釋放出來 經過一個相對 離到管的距離呢 好 它有機會流動到藏管器的管 根本完成壽經之後呢 所以你看第四個步驟 壽經碗接下來就是叫盒子 下一個步驟就會發育成簡單的配子 你看看 然後緊接著這個配子 就從長短器開始向上發展 這樣講 像說那個FING 然後FING的頂端 後來就是隨著伸展過程當中 就越來越宏大這樣子 那個就是SHORE 你看看 那SHORE的初期長大的過程 如果你在很早的時候 就把它切開來看的話 你去做裡面的細胞的藍色 你的藍色 你會輸得出來 就是它的藍色比是雙倍的 跟後來來比 好 那對 如果你等它那個SHORE成熟之後 再度把它切開 然後把裡面的細胞的藍色 你做藍色比的數目分析 那你就會發現 咦 怎麼只有藍出原來的一半 結果是什麼 減數分裂是在這個地方 當然你可以去證明 B有沒有發生減數分裂的朋友 這樣子 好 所以等到SHORE 就是孢子藍出現之後 這個地方 SHORE的零關係跟蓋子 所以等到它成熟的時候 那個蓋子剝落 蓋子剝落的時候 那個地方就有很多的洞 所以孢子就從這個地方 被施放出來 你看看 所以公式走到哪裡了 對 貝子體 產生貝子 瘦黃金 產生核子 對不對 好 孢子產生孢子 就在上面 動詞上面 對不對 然後孢子體 成熟 然後開始產生孢子 走到這個右邊 孢子產生了 現在問題是 孢子的孢子比較差點起來 所以 當它釋放出孢子的時候 孢子是一個小顆粒 每一般孢子就是一個單細胞很小 這也算是它的缺點 它數量雖然在很多 可是它的養分 手上的養分比較不足 這會影響到它發育的始終機率 好 然後 剪開的這一些孢子 在指令 掉落到土管上面的時候 好 孢子能發不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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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在自己的 好 它中間有一個過程 這個過程很像真菌 就是 你要看它那個孢子 本來就一顆 然後呢 我用另外一種顏色 然後它之後呢 開始搶出一些絲狀物 然後這些絲狀物 是有一個一個的細胞藉起來的 那這個時候呢 還在圖擾那個表層 噢 發生 所以你根本就沒有機會看得到 對啊 因為這個特徵的關係 所以孢子發育的 不成熟的配子體 我們通常就把它叫做 圓絲體 因為它很有那個真菌的 巨絲的樣子 所以就把它叫圓絲體 所以那個左上角那個地方 包子掉後如果有機會淪發 它就形成了圓絲體 好 那你去想一個 就是接下來很簡單 你要想說 它是先建立什麼 它是先建立跟圖管的關係 所以等到這個圓絲體 長到一定程度之後 它會從一個地方 長出一個芽點 然後這個芽點 後來再繼續向上發展 長出甲基因長出甲葉 所以這個成熟的配子體 再度出甲 這樣到了 一開始從配子體開始 不是從一個階級成熟的配子體開始談 對不對 然後所以後來再包子產生 然後後來再結尾再配子體 這樣是不是倒一圈 不了 就是接受看得到的其實 因為絕對人家變化很大 所以你一定要先了解這個狀況這樣子 好 所以你拿人體來看 你身上唯一有一個地方有發生的 藍色體數目變化是哪裡 對不對 高瓦的細菌管 軟頭的綠泡 張裝網 還不是整個綠泡 這個綠泡核心的那顆細胞 有發生的藍色體變化 你再去看 它哪個一分發生的藍色體變化 分部位 它是直接分部位 這個椅下 對不對 這個椅上是N 聽聽懂嗎 你看這個凍食物 其實有很大的精神在這裡 這就是紫薩內部 到底為什麼有那個VR 要把包子體分配子體切割成兩個部分 來看 好 所以到這下一步 因為登附的時候是第一個 所以我們現在解決登附的第一個產品 所以之後的第二個產品 絕類 到底有什麼樣的轉變呢 絕類應該沒有人沒看過吧 做足叫像比一桶樹這種大型絕類之外 其實多數的絕類作為一個特徵 就是它有一個糊糊狀的精 你看看 好 所以是常見的特徵 那冰桶樹這種直接向上發展 這種大型絕類 那個極盛執行在古宗中大約的時代 好 那它現在這種大型絕類算是 末落的 所以現在以小型絕類為主 好 所以 佛福晶是主流 那它沒有主根 你知道嗎 就是從這個佛福晶 然後再做一些虛狀的根 你不要講虛狀欸 不會講虛跟這個 因為虛跟比較常用在單捷的地方 說話 然後 另外絕類呢 有什麼樣的比較簡單的特徵 就是 如果你去看看那個很年輕的葉子的話呢 很短 就是 捲捲的 很可愛 你看 你可能在山殘殘 或者比如說 去南投那種 竹竹山區的地方 是那種 有一些菜 有沒有 它就是 就是 裁那個 比較年輕的那個嫩葉 有沒有 對 可以看到捲捲的 不過山順化已經是 摊開了 所以 這個捲區葉 它會隨著它的差異過程呢 那個捲區的部分 要把它慢慢的展開 然後展開的時候呢 旁邊順便開始出現那個小葉子 那 可是 這樣是一片的話 等一片 OK 好 所以 等到長大成熟的時候 就可以 估顯出 大部分絕對 葉子的重要的特質 好 經常進行都是餘創褲葉 好 雨狀 木葉或 雨狀 烈焰 好 雨狀 反正都是雨狀的 OK 這 這是我們比較熟悉 校裡面也有很常見 有沒有 那個草沒有除乾淨 反正是好事 就可以看到像那種 聖絕 冒毀絕 這種 好 好 所以 這些絕對的話 這樣說起來了 我們這麼容易看得到它 它完全符合 你看 它有預設 它又長在圖案上面 對不對 所以隨便通通 使自己解決 這個 有幾乎的合成自己解決 請問它可不可以 鼓勵生活 完成生命現象的改善 因為沒問題 光看了大概 就有可以合理推論 大家也可以證明 好 所以我們平常 習慣看到的絕類的植物體 就是這個 就現在的問題來了 它到底是屬於那個公私的哪一個事情 一樣嘛 因為顯胎這個東西 就麻煩你們自己以後多留意了 看到顯胎的話 稍微按一下就好了 那私立不形態會放大型 也是可以看到 你知道 所以你看到顯胎的時候 那個可以獨立生活的部分 是它的問題 所以看到我們熟悉的 那個絕類的植物型態的時候 看它到底是保體體還是分體 這時候又不是用猜的問題 所以做染色體分析 結果呢 你現在這邊 我剛剛應該要換另外一個顏色的話 你現在如果看到這整個 這整個 基本上呢 染色體的組成是2N 多細胞不會有爭議 好 所以這是誰 原來平常我們看到的絕類的植物 最熟悉的絕類的植物 是它的 看到一個很大的轉變了沒有 當初減胎的時候 那個2N的多細胞的構造在哪裡 有個感覺它有一天跳出來 然後決定自己選 自己生 它已經不需要再依賴 很明顯吧 整顆喔 我們現在畫到這個地方為止 如果這是一個年輕的絕類的話 整顆到目前為止 它的細胞組成原則上都適合了 看到沒有 包子體跟配子體 為什麼有切割出來 然後再去串點它們關係的必要性 到絕類型最一定可以看得到 OK 絕類成熟的時候 然後 有沒有收集過 要不然你至少有看過 你把那個葉子有沒有 葉子翻到下表地 有沒有 然後用個放大來看 在中間那個主葉脈 在旁邊這個地方 主要看 主要看一點點 下表皮 當中覺得怎麼樣 這就代表它已經準備走下一個階段了 這一些做在下表皮 有這樣的東西 就是 包子囊堆 或者叫包子囊群 它是什麼 包子體 包子體的角色是 負責產生包子 那 包子體的角色負責產生包子 有沒有 但是 絕類產生包子的地方 它是利用葉子下表皮 然後呢 它利用下表皮附近的這些細胞 開始進行減數分裂 有沒有 好 然後 這時候 它會有包子囊 那 可是它的包子囊 原來它的包子囊 就是一個扁圓狀的狗狀 然後 如果你在顯微鏡底下看的話呢 會看到它周圍 會有一種環帶 好 所以 實際發生結束分裂的 是在裡面 我把顏色全部點檔好了 那紅色代表的這包子 所以裡面原來它留下了一群二N的細胞 二N的細胞 二N的細胞會結束分裂之後 就形成了包子 就被包在這個 扁圓狀的顆粒的構造 然後它周邊這邊呢 有那個 什麼東西要很清楚 就是 有一個比較寬一點的區域 然後有條紋 你看 它那個設計是這樣子 當包子囊成熟之後 它脫水乾裂 裂開的時候呢 不管它裂在哪一個缺殼 其他的地方 就會有扮演的 像看中的角色 就直接往裡面的包子看出去 那 所以如果你對 收緊絕對包子有興趣的話 就是 校園裡面找某一個 已經看到一大堆包子囊全的葉片 然後找一個家裡面沒有風影響的地方 拿一片白色的景 然後把那個校園裡面對著下面 然後把他蓋著 然後把他蓋著 把握箱蓋著地圓 收到風格影響 一兩個禮拜之後 把那個葉片小鈴抖一抖拿起來 你就把那個白色上面 有很多細細的 摸著包子囊 好 所以 這一次 我們是先從包子囊開始走 對 包子囊發育成熟 它形成包子囊 包子囊裡面的母細胞結束分裂 然後發育產生包子囊 你看有些問題是 那包子散播 散播出去之後 對不對 那不是應該要發育什麼 蓋子體 所以現在快進來了 覺得蓋子體長什麼樣子呢 應該再想想 好 所以 如果你看到剛剛的下一頁 第16 原來太子體的文貨就很像 它們的造型 那很多種類應該會不會用的是這個啊 就是它前面沒有那麼些比較遠度一點的 這樣 就是很像心臟 很小 所以 絕對的包子 如果在潮濕浮光表面 開始能發抹癒的時候 就從頭到尾這裡到這裡 好 大部分的種類應該都在浮MM底下 那也就是說 我有一個鹹鹹沒事的人 然後你趴在浮光上面 然後你鋪定的那個浮光表面看到有一片 小小的 薄薄的 因為只有一層細胞左右 一兩層細胞多 都非常薄 最透光的 當然是它的管 不會不會比一下 很經常性的適合在兩三個月之間 你會去留意它對不對 不會 可是 可是 當包子都在浮光表面濫發的時候 就可以長出絕類的配子體 這個配子體我們把它叫做原液 好 其中凹進來這個缺口的附近 可以發育出長緩氣 尖的這一頭可以發育長緩氣 但這兩個不一定要同時存在 因為已經有一些研究發現 就是有一些原液體它可能真的只有長緩氣 有些原液不適合長緩氣 但也可以兩個同時存在 所以這是屬於變化的範圍 所以現在問題來了 那所以 配子體產生配子之後 那性子就要留到什麼 性好 你看 從頭到尾 這裡到這裡 我講不信給你補在最好 有沒有 再來 這整個原液體是綠色 所以它有光合作用的能力 符不符合這個 所以你看喔 對絕類來講 包子體可不可以獨立生活 配子體可不可以獨立生活 雖然已經縮小版了 你跟潛帶來比較明顯 對不對 它整個縮小 可是人家至少還是可以獨立生活 明義了一點 所以 包子體跟配子體都可以獨立生活 難道我不應該把它切割來看嗎 對不對 所以對絕類來說 它很明顯 它的包子體跟配子體 兩個都是獨立的食物 可是有沒有關係 有 因為配子體是包子怎麼獨立的 對不對 然後呢 包子體是受精管發育來的 所以兩個人沒有關係 有關係 可是在生活的時候 是營養的多點當中 它們是可以各自獨立的 所以比到前胎是不能獨立的 因為包子體是依賴配子體而生活的 剛剛在演化 光到絕對這部 化了短大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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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先消化一下 再去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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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